看一下在澳洲的花圃里喝咖啡是什么样的感受 Let's go 从这里走过去就是这里的咖啡厅了 Icon Nursery始建于1985年 它位于墨尔本的Canterbury Road 是一家以经营花卉、绿植、园移用品为主的花园式的购物中心 这里有当地最流行的包括幼苗、土壤、肥料、花盆、花园家具和花的装饰品 Brunch是澳洲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方式 特别是闲暇时 约上三五个好友在天朗气情、汇丰合唱时享受美食与花香 这边的展示区是室外花园 是很多花需要阳光的 基本都是放在这个区域 丁香花 英文应该是Jasmine 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它开花季节 我家里买了好多这样的花 这边带有顶部的 基本这里的花都是室内花 我今天就是让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一下 在家里如果我想放在阳台上的一些季节花 这个花作为那个季节花 这个花呢如果我放在家里的阳台上开到三四个月 基本上我是夏天买一种季节花 然后冬天呢我会换另外一些花 这样的话我家的阳台就会一直有鲜花 这里有很多的室内吊栏 确实是都非常漂亮 虽然今天我不能带走它们 但是我都会过来欣赏 在这里喝咖啡看花 也是我们澳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每次我都会在花圃认真地转一圈 也喜欢站在花圃的一角 特别是那些种类繁多 五彩斑斓的吊栏 看着就想把它搬回家 看一下 一般我都会在这里买花 买带有盆的花 想着中国年将近 决定选几盆花期三四个月的季节花 放在家里的阳台上 让好心情从每天的早餐开始 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 这就是Icon Nursery 在绚丽的芬芳中 带给我们宁静的慢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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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你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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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